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在美国军方服役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员 退伍以后 阿里克斯开始经常做生意 做得还不错 算是一位小有成就的成功人士 然而在1994年10月份的时候 阿里克斯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 突然公开了自己多年来接触仙女星人的离奇经历 并传达了来自仙女星人 人族过往 以及地球历史的信息 那么他究竟爆出了哪些内容 这些内容又是不是真的呢 在采访过程中 阿里克斯强调说他不缺钱 所以他不需要靠编织谎言来谋取利益 他所公布的这些信息可能在常人眼中属于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他说这些信息都是真的 他说和他接触的这些外星人来自于仙女座星系 是一群和我们外貌相似的人族外星人 在1964年他8岁的时候 仙女星人开始了和他第一次的接触 当天本应该已经熟睡的小阿里克斯 大半夜被冻醒了 睡眼蒙蒙的塌 看看四周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户外 因为阿里克斯离奇失踪了好几个小时 所有人都急坏了 纷纷外出寻找 还好最终找到了 但是阿里克斯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完全没有头绪 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家长训斥了几句之后返回了家中 1970年当他14岁的时候 开始了第二次接触 这次阿里克斯还是在熟睡的时候 被从床上带走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房间的桌子上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两个仙女星人 阿里克斯能感觉到三人彼此之间 灵魂是相互认识的 所以没有丝毫的恐惧 这两个仙女星人拿出了一个球状的物体 上面记录着阿里克斯的各种信息 通过这个球状物体 仙女星人向阿里克斯展示了 他的灵魂来自何处 以及他在过去几世的生命历程 前世的种种就像电影画面一样 一幕一幕的出现在了阿里克斯的眼帘之中 仙女星人问 是否愿意帮助他们 虽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具体需要他做什么 但是他还是一口答应了 14岁的这次离奇经历 阿里克斯终身难忘 后来好多年过去了 仙女星人也没有再来找他 直到1985年他29岁的时候 开始了第三次接触 这次接触的时间非常长 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在这期间 这两个仙女星人作为他的灵异导师 向他传递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 仙女星人居住在仙女星系 是距离我们银河系最近的一个星系 在仙女星系里居住着几千个种族 仙女星人也只是其中之一 他们是典型的人族外星人 皮肤颜色在蓝色和白色之间 身高大概是4到8英尺 换算过来的话 大概是1.2米到2.4米 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仙女座星系 不是他们真正的家 仙女星人说 这个宇宙所有的人都起源于天秦座 但是很久很久之前 天秦座曾经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战争以后天秦座就被毁掉了 那现在天秦座已经没有人族居住了 为了种族的延续 天秦座人族开始向各个星系移民 其中就包括仙女星系和银河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人族都起源于天秦座 之所以大家外貌看起来不一样 是因为后来居住环境的不同 一代又一代身体发生了物理的变化 仙女星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种族 他们在精神层次上的领先 我们人类大概4700年 在科技上领先我们大概5万年 他们目前已经在精神和科技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 那他们甚至已经没有时间这个概念 那人类目前定义的这个时间 对于高阶文明来说很可能只是一种幻想 那他们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采用了地球年的这个概念 仙女星人不需要像我们一样通过说话进行沟通交流 而是通过意识交流 人类目前之所以还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正处于第三维度 第三维度和第四维度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意识 在第四维度的人与人之间会形成精神感应 也就是每个人都能阅读他人的思想 到那个时候 人与人之间将不再有隐瞒秘密和欺骗 每个人都会回归本真 在第四维度我们的洞察力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我们能看见能量场 能看见各种灵 虽然还会有少许的阴暗面存在 但是整个人类世界更多的是阳光温暖和爱 在第四维度 当你从某人身边走过或者接触他人的手时 你能立刻了解关于他的所有事情 那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宇宙存在各种不同的维度层次 每个维度都存在着众多的生命体 第三维度并不是最低的维度 相比于第三维度的人类来说 动植物属于更低的维度 它们所在的星球也被认为是相对较低的维度 我们之所以看不到第五维度往上的生命体 是因为它们已经无需依托物理身体而存在 一二三四维度的生命体都是有物质的实体 有些第五维度甚至也有 但是再往上走的话 物质实体就已经不再是必需品了 它们可以选择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实体化 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个宇宙一共存在十一个维度 每个维度的生命体都是从低维度一点一点升上去 你之前可能是动物或者植物 但现在的你是人 这个过程就是维度的提升 但维度的提升是靠精神和意识的提升完成 如果你一步步升到了第十一维度 那里也不是维度的尽头 因为第十二维度空间也正在被创造之中 这里将会继续演化 创造出更高维度的生命体 目前仙女座星人也不确定 维度的尽头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它们的种族目前正处于第九 第十和第十一这三个维度之中 也就是说仙女星人这个种族精神意识高的 已经到了第十一维度 但是相对较低的还处于第九维度 目前仙女星人也不清楚灵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它们也不是这个宇宙的造物主 它们知道造物主是存在的 它们一直也在探索的造物主 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 它是什么仙女星人 是没有经济体系的 没有人会为了吃饭和生存 去做重复性的劳动 所有人都在为精神的进化和维度的提升而学习 它们可以在家任何一所学校学习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会掌握这个宇宙中所有的科学和艺术 一旦它们完成了所有的教育 它们就会自行选择进化的方向和它们想做的事情 这所有的目的都是服务于灵魂的维度提升 它们没有像人类这么狂热的情感表达 事实上几乎整个银河系也没有哪个种族会像地球人这样体验如此丰富的情感 这个仙女星人 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由于超高级别的感知力和洞察力 它们每个灵魂都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曾经是什么 还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的 不仅如此 它们还能看到一定限度之内的未来 仙女星人说地球人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提升精神的话 也会掌握这种本领 但遗憾的是地球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已经被完全操控 而地球人真正被操控的时间甚至还要更早 大概可以追溯到一万四千年前 那时候的猎户座集团就已经开始操控人类基因了 我们之所以迟迟无法提升维度 也是因为后来的思想被操控 猎户座集团的不停地灌输给人类一种思想 让我们坚信我们是一种物质的存在 来自于动物的进化 而正是这种绝对的物质信仰体系本身 又是极容易被人所接受的 但事实的情况是 我们都是灵性的 我们拥有灵魂 灵魂是这所有存在的一部分 而我们体内的灵魂一直都在尝试相认 目前整个银河系还有22个星星和我们的处境是一样的 受到了来自猎户座集团操控 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而仙女星人传递信息的目的正是希望唤醒大家的意识 让一部分地球人类可以觉醒过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再强调仙女星人在地球找到的信息媒介不止她一个 地球人可以向仙女星人寻求一定的帮助 但他们终究不是造物主 最终我们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 地球本身也是一个精神实体 它也正在朝着第四维度前进 目前地球之所以还无法提升 也是因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的意识被上了锁 严重地拖了后腿 现在摆在人类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顺利地提升维度 像仙女星人所说的那样朝着正确的方向成长 要么被清除出地球 仙女星人传递的信息和我们写过的很多内容都非常相似 尤其是最后的二选一 让我想到了莱斯塔档案 之前一波又一波的人类文明之所以都被清除了 原来是因为精神和意识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进化 所以即便科技再先进 如果灵魂是浑浊的 那么到头来也只是玩了个寂寞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都有些许的无奈 即使你依然坚信唯物主义 即使你依然在坚信自己是星星变矮 即使你依然坚信没有灵魂 即使你依然坚信没有外星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